不用花钱买生根粉 用香蕉繁殖兰花枝条 生根块 成活率高 打白给眼乎乎貌 一盆变多盆 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呢我们找一个青香蕉 把香蕉呢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锅中加水 然后把这个水去给它烧开 让这个香蕉呢 把里面的养肺完全的释放出来 烧开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放入这个炸汁机中 去给它打碎 打成这个香蕉水 然后把这个水去给它过滤出来 用这个水呢 去给它浸泡兰花枝条 把兰花枝条呢 去给它浸泡在香蕉皮水中 浸泡之前呢 我们先在这个枝条两端 去给它涂抹上这个腊油 腊油有助于防黑斧的功效 浸泡最好是三到五个小时 浸泡好之后 我们用这个生根粉去浸泡一下植料 然后找来一个一次性的餐盒 把植料放入餐盒中 把浸泡过的这个兰花枝条呢 放入餐盒里去的喷湿水分 喷的这个水呢 可以是香蕉水 喷好之后 去给它放到阴凉通风的位置 二十天之后 这个兰花枝条就能够冒出小芽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喷点这个生根水 或者说是香蕉皮水 继续把它放到这个阴凉通风处 一般呢 七到十天给它喷一次水就可以 看着植料 有点微微发干 就及时的去给它喷湿水 让植料保持湿锐 等到五十多天之后 这个兰花枝条呢 就能够长满这个大白根 也能够长出新的叶片 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个枝条剪成几小段 然后分好之后 去给它移栽到花盆中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收获了好几盆兰花 是不是非常简单又省钱呢 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